什么是轻转旋翼机具有怎样的特性 这对于直升机的发展有怎样的促进作用 中国版鱼音模型首次亮相具有怎样的性能 对美国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 在直升机领域 美国可以说是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 尤其是美国此前研制出的MV22鱼音轻转旋翼机 可以说代表了在直升机领域的佼佼者 也被称为是目前全世界性能最强的直升机 并且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那么什么是轻转旋翼机 据悉轻转旋翼机是一种把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融为一体的新型飞行器 当轻转旋翼机起飞后达到一定速度后 轻转轴可以向前倾斜90度 它能像固定翼飞机那样高速飞行 因此轻转旋翼机用的是以轻转式讲盘的横列式双旋翼结构 这种结构可以让直升机的旋翼系统轻轻松松转90度 而且轻转旋翼机非常适合远程飞行 它具备普通直升机所没有的垂直起降和空中旋翼能力 它非常适合用来做高速巡航飞行 所以轻转旋翼机具有比直升机航程更远 航速更高的特点 因此也被视为下一代直升机的发展方向 所以美国才会如此重视对轻转旋翼机的研制 并且成功研制出MV-22鱼音轻转旋翼机 据悉美国MV-22鱼音轻转旋翼机 是目前世界上现役轻转旋翼机的典型代表 其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主导开发 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投入服役的轻转旋翼机 其直升机的垂直直降和固定翼飞机的高速度 大载荷、大航程等优点于翼身 非常适合执行超越地平线的两栖攻击作战任务 此外 美国MV-22鱼音的螺旋桨并列在机体的左右两侧 通过带有声力的一对短机翼与机身连接 其最大特点就是这两个螺旋桨的角度可以旋转 起飞和降落的状态下 螺旋桨朝向上方 此时MV-22鱼音就是一架直升机 可以像普通直升机一样 在一块平地上就能完成起飞和降落 而飞上天之后 其螺旋桨逐渐转向朝向正前方 此时MV-22鱼音就化为一架螺旋桨驱动的固定翼飞机 其拥有了固定翼飞机的飞行速度、飞行高度和续航能力 可以说是完美结合了直升机与固定翼飞机两者的优点 正是由于MV-22鱼音结合了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优点的特性 所以使其成为了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的重要舰载机之一 不仅长期承担着运输的职责 而且美国还针对MV-22鱼音的特性继续进行新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在看到美国在轻转旋翼飞机上取得了飞快发展 这就使中国也加快了对这一领域的发展 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研制出自己的轻转翼飞机 以此来缩小于美国的差距 这不 今日就有传出关于中国轻转翼飞机的消息 据消息称 在一国际直升机博览会上 会上展出了许多代表中国现阶段直升机最高水平的产品 和未来设计的直升机模型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国内外的巨大轰动 然而 其中一款装有16个螺旋响的飞机 引起了人们的格外关注 这架直升机前后共有两对滑翔翼 每一边滑翔翼上都安装有4个螺旋桨 共有16个螺旋桨 其外形有点类似美国海军所使用的V22鱼音轻转转翼机 因此 这也被视为是中国版鱼音 据专业人士称 中国版鱼音融合了战斗机与直升机的优点 是一款多功能飞机 既可以当直升机 又可以当固定翼飞机 可以说结合了两种飞行器的优点鱼一身 专业人士还透露 中国版鱼音之所以采用了16个螺旋桨 这其中的12个螺旋桨 用于垂直起降的多个分布与前后机翼上 高速前飞时折叠收藏 剩余的4个螺旋桨用于提供前飞推进动力 与低速姿态操纵 其分布与前后机翼一间处 此外 为了简化操作将以电力驱动为主 此外 由于中国版鱼音的电力驱动是为了简化操作 所以这就是16个螺旋桨的电力供应属于一个整体 而并非拆分开来由不同区域供电 但是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在电力供应的问题上需要多下功夫 以便可以满足起的最大用点要求 能够更好保证其正常运行 这对于中国来说将是不小的挑战 不过中国之所以会进行这样的设计 可能也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 也有了应对的方法 但是另一方面 中国版鱼音采用16个螺旋桨的设计 在稳定性安全性上就比两个螺旋桨要强得多 像美国MVR鱼音就只有两个螺旋桨 一旦其中一个螺旋桨出问题 那么就很容易失稳发生坠毁 但是中国版鱼音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有16个螺旋桨 所以就算坏了一个也能够照常保持飞行 另外 中国版鱼音采用的是机翼轻转 而并非螺旋桨轻转的方式 而美国的MVR鱼音采用的是螺旋桨轻转的方式 这就需要一根转轴贯彻整个机翼 这样的结果是 不仅会导致飞机的结构重量比较大 而且还影响了机翼的外形 从而导致飞行阻力大 对飞机的飞行安全也造成了较大影响 然而 中国版鱼音采用机翼轻转的方式 这就可以有效避免这个问题 其采用了更为先进的气动布局 并且在机翼内相关位置上 设置了两台轻转型发动机 当这两台发动机在垂直方向上朝上的时候 其可以直接作为直升机使用 而当这种发动机与机身呈水平状态时 可以获得比直升机更大的飞行速度向前飞行 因为其具有这样的优点是 使飞机的机体外形阻力较小 从而使两对机翼的生力大 机动性好 因此 这对飞机的飞行有着巨大提升作用 也能够更好发挥轻转翼飞机的优势 对此 有专业人士就分析称 中国版鱼音的性能将比美国MV22鱼音还要强 而且在各方面都要领先于美国 这对于中国在轻转转翼机的发展上 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而且距离其正式问世也已经很近了 这主要是美国MV22鱼音研制的时间较早 且十分不稳定 属于比较老的款式 稳定性能不高 所以经常会发生事故 这就是美国的MV22鱼音 在现入境确实是实用性不佳 因此 这就是中国抓住了机会 加快对本国轻转转翼机的发展 这对于中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甚至还很有可能会超过美国MV22鱼音 成为全球最强的轻转转翼机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版鱼音的时速达到了600公里每小时 比美国鱼音的509公里每小时更加占有优势 因此 随着中国在轻转转翼飞机上取得的飞速发展 一旦中国版鱼音正式问世 那么将弥补中国在轻转翼飞机领域上的空白 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中国轻转翼飞机的发展 使中国可以与美国一较高下 并对美国形成巨大威慑作用 让我们一起期待中国在轻转翼飞机上的发展 期待中国版鱼音的正式问世